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虔诚与慈悲 我想堅信堅信我们都会讲 常常叫我们要一心老实念佛 虔诚这样表达的比较快了 各位都知道释迦摩尼佛过去是在树林里面做一只小烟吞 结果森林里面起了大火灾 然后呢 这只烟吞啊 他没有想到自己要跑 但是他想到在树上一定要有很多小鸟小蛋 还没有孵出来 不会飞的鸟 如果我跑走了 那他们怎么办呢 所以他就来来去去 飞到湖里面把身体弄得湿湿的滴下他身上的水 想要灭火 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 他这样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 身体都被快烧焦了 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看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小生命呢 他为的是什么呢 玉皇大帝都给他感动了掉下眼泪啊 这眼泪滴到他身上 哦 他毛又长回来 眼泪呢 一滴下来了 连天上都下起雨来了 就是玉皇大帝 被他这样子的奉献啊 虔诚的感动啊 所以那个地方啊 从古道经现在火都烧不起来 所以各位 你如果要念佛 要念到有感应啊 要念到有感应 你就要转身 譬如说在姚秦时代 有一位法侨法师 他跑到去外面去参访 结果跑到一个河边 刚好森林起大火 没对照 往前面是大河 跳了也会死 后面是火 怎么办啊 哎呀 一心交给阿弥陀佛了 坐下来 眼睛闭起来 专心念佛 外望世界六成 内望投如生命 专心念佛 结果念一念啊 突然正热 他晕倒了 想说自己大概死了 我愿往生极乐世界 结果醒来以后 哇 三公尺以外 都没被火烧到 其他通通烧光了 各位 就这样子的 专心 对三宝的 对阿弥陀佛的虔诚 所以你就会生起了一个 绝对的信心 所以希望各位呢 你每天要拜佛 共火 共罪 要非常的恭敬虔诚 诸佛佛造的力量不可思议 你越有恭敬心 越有虔诚心 你所受到的加持 乃是佛法的体悟啊 更是有感应 所以叫印光大师讲了 一分恭敬也一分收获 十分恭敬也十分收获 同样一句阿弥陀佛 两个人念 感应不一样 为什么 心不一样 佛的力量是一样 完全没有 没有差别 但是你的心 开了没有 你的心虔诚了没有 你的心都圆满的打开 那阿弥陀佛的圆满的力量 都入到你的心了 你跟阿弥陀佛合为一体 所以我有一次在法会啊 噶马报 尊者在那边 念药师佛心咒的时候 我一过去 我感动啊 我感觉到 我看到药师佛一样 这样子的在 在利益众生 从他身上 放出各种的流离光 所以我问尊者 我说 哎呀你就是药师佛 还是讲虔诚 自己很惭愧啊 自己是个凡夫啊 众生依赖我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但是我对诸佛菩萨有信心啊 我很虔诚的祈求药师佛 加持众生 利苦得乐 然后 他就显出了药师佛的 这样子的如来得相 利益众生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 每个人都做得到了 我看一个妈妈在爱小孩的方式 是不用照做了她自然的 自然的 自然的愿她利苦得乐 所以各位要培养全程啊 必须要从恭敬三宝做起 天天 跪在那边 供水果 供佛 点灯 有些人 老叫啊 老叫啊 像我每次坐在那边 看人家点灯 我好想去点灯啊 好想去绕佛啦 自己都观想 有些人 他们去洗就好了 我不用洗啦 他们去拜就好了 我不用拜啦 那你就错了 你的虔诚心没有了 退转啦 这样不行 各位还是要老实的 不退出心的 这样拜佛啊 慈祝啊 忏悔啊 拜良皇啊 静刚忏啊 只要是利益众生的 乃至对自己有帮助了 我们要虔诚的去做 这样你跟佛菩萨就合了一体 这些人啊 如果有法受到 就觉得说 哎呀 祖佛菩萨 随时就跟我们道顶 随时就跟我们道三天 我们一时就没有孤单 你一句黑蜜土粉 十方祖粉 都挖来 下落赞坛 乃至对你念黑蜜土粉 那个时候啊 哎呀 你非常的有信心 你自然升起信心 所以 各位啊 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呢 开始去学习 所以 这边有一章讲语 我们简单的 来念一念 第一句话 虔诚与慈悲是两种非常强而有效的工具 由于这两者皆可启发我们的心性 就是我们的佛性 因此呢 它可助我们转化繁心 引领我们政悟究竟的自性 是到达究竟了悟的两大有力的工具 所以各位要整天性拜佛 合照看一张灰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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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从日常生活很虔诚 对什么东西呢 都有这个绝对恭敬心 哎呀 拿到经书 阿弥陀佛 应该跪下来拜 不好意思拜 就这样顶礼 然后翻开经书 对什么都一如 虔诚是一种 也可以的对三宝的一个绝对的信心 慈悲呢 是对众生的悲心 所以对上虔诚 对下慈悲 各位这个随时要做到 我们现在呢 就是三宝都在 众生的苦也在 那我们两样都要很认真 各位在放鞋子 请小鞋子 后来不要让他们修官 对三老拉到一老 小小一只 你要等 这样子 以后你就会聚高枕 想办法 然后鱼放了以后呢 哎呀 常常经过吃 放鞋子吃了 不然你放那么多鞋子 要吃什么 刚才客家管理员 有人买10块 就能吃 没人买10块 他要摇整个档 那你要想办法 买一些素食饰料 给他吃 既然放那么多鞋子 他们的食量可大的 那以后稍微大一点 给他回归自然 所以 因为 对上前程 对下慈悲 那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到 启发你的自信 随时保持在那种最高的力量 然后呢 很开悟 所以各位呢 你如果说这个媳妇 对大家 婆婆非常的恭敬虔诚 你看她全家一定温暖 对她的先生啊 照起康的这样恭敬 她一定生活得很幸福啊 所以各位一定要如此 要非常的虔诚 有时候我在跟他们说 拿法器千万不要出声音 要虔诚 不要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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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这样以后呢 你对法人都不恭敬了 你要谈什么 有智慧呢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第一 念一下 当我们行作善业时 真正的慈悲心 便会增进对他人的福祉 真正的慈悲心 是一个将众生由各种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因 它是一种对一切无与众生无缘无别的关怀 所以各位 我们要学习如此 学习如此 去做好事的时候 然后想的 什么叫善业 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 利苦得乐 所以真正的慈悲心 就会令我们对这个世界有帮助 不管你是大哈毕业 还是没踏车 不管你是好人 还是善车人 我们都能帮助这个社会 你看地上的蚂蚁啊 树下的恶轨道啊 水中的鱼啊 蒙阿波啊 这些我们都可以去对他 给予我们所懂的利益他的方法 为他念佛慈舟 为他撒钢入水 为他布施食物 然后为这个世界你就在努力了 所以真正的慈悲心是一个 能够将众生在各种痛苦解脱出来的因 因为你有慈悲心他才有利苦的机会 他是一种无对一切无分别的众生 无缘无别的关怀 所以我们要开始认识 众生都看着老母 看着你同爱的亲戚 你怎么对待他 你就怎么对待众生 想尽一些办法 第三 对一些大成就者而言 虔诚是诸多能直接与真理实相接上因缘的有利工具之一 他是一种加持的传导于媒介 所以各位你念药师咒 你要观想 看到药师佛日光月光片道菩萨十二药叉大将 然后他们视线干嘛 因为世界的众生有无量的病苦 无量的轮回苦 然后呢 我们这样祈求药师佛的加持 这样虔诚 甚至呢 让我跟药师佛 药师佛的力量融入在我的生命里面 融入在我的声音里面 透过我的声音 把药师佛的力量来帮助听到了众生 那个时候你会发觉 你跟三宝合为一体 以真理实相接上线 要插电 这个电传导到你身上 所以你会觉得 你念观世音菩萨很有力量 你会觉得你念奥弥陀佛 可以帮助对方消病苦 他一定可以往生 所以那个时候 你一点都不会退转 但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虔诚的信心 他就会 没什么意思 学佛没什么意思 看不出一个很强烈的力量 所以就没有办法把佛菩萨 就像很多人 诶 师父给我加起 我没有那个力量加持 但是我很虔诚 别人拿佛像给我 我要顶礼 诸佛菩萨加持 弟子愿意礼拜观音菩萨 请诸佛菩萨加持 令这个观音菩萨 有如真的观音菩萨在他的心里 你的形象就让他见观音菩萨 我虔诚齐请诸佛菩萨加持 而不是我加持 我就在缺人加持 但是我们祈求诸佛菩萨加持 这个人他要念诸 他希望念佛 愿诸佛菩萨加持 阿弥陀佛加持 让他念阿弥陀佛成阿弥陀佛 念观音菩萨成观音菩萨 愿准提菩萨加持 进化大的念诸 愿让他的念诸念一念 就变成百万念 就念那个变异咒阿 愿的加持属诸咒阿 这个虔诚愿他得到一个 一个 你有信心 我有悲心 然后我也是对诸佛菩萨有信心 然后呢 所以就这样一个传承 一个传导 你得到了一个加持 我也能够完成了一个 出家人一个有的责任 所以各位呢 这非常非常 你要每天学习这么虔诚 第四 真正的慈悲会支生出 一种对他人的责任感 那种想主动去帮助他人 克服困难的心愿 这不只是一时的情绪反应 而是一种理智的坚定承诺 就像阿弥陀佛对我们众生的 大慈悲承诺一样 只要你信我 念我的名字 愿生我极乐世界 我一定消你的业障 将来一定带着你往生极乐世界 用坚定的承诺 各位现在就要发这个愿了 现在就可以了 这些鱼我们来帮忙 这些女友我们来帮忙 这些生病的人我们来帮忙 虽然我有惭愧心 我没能力 诸佛菩萨的圆满能力 可以透过我念他的名字 送他的经典 观想他的形象 念他的咒语而展现出来 所以各位呢 我们更多人来学佛 不是我来学佛 而是我要承担诸佛菩萨 对众生苦的责任 我要来分担这个责任 每个人都要分担一个责任 祝念我们也会 照顾病人我们也会 到市场去念一念也好 在徒早上去帮忙帮忙也好 各位要开始去做 所以你真正的有慈悲心 你马上会升起这种 对其他众生的责任 主动的 所以各位要主动 不要消极 你来找我我才去 你不来找我我不去 不行 监狱 学校 乡下 各位要用什么方法 主动的进入 你要出家人我找出家人 你不要出家人我找代价菩萨来 我来让学生能够了解因果 让受心人懂得忏悔 让生病的人懂得 离苦得乐的方法 医院堂了这么多人 我们怎么样的接近他呢 所以要想尽办法 那么跟里面的护士讲 护士觉得你很好心很慈悲 护士问这个病人说 你要不要我找一个菩萨来安慰你啊 跟你谈一谈佛法 各种的方法 或找一个师父啊 但是各位你要把关系打好做好 因为你要主动 你不能等到别人来找你 甚至在找你 你还想说我没时间 我在忙 那就是你浪费福报了 所以虔诚慈悲不是情绪的反应 而是一种坚定的理智的承诺 这个事情是我首要的事情 贪心是没了的 不要说没了的 这是无奈的 这是个责任 我会去尽量做 但是呢 利益众生这是我应该做的 手边工作马上放下先去做 你回来事情会更圆满 各位你相信我 因缘都排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说 该你接电话你赶快接 不该你接电话上厕所 那一通电话绝对没人接 那要找你麻烦 咯 咯 但是如果你很虔诚 你会说一切都是排得好好的 你会掌握得很准确 但是你心都乱起 你什么都乱起 这一点一定要有 所以永远的虔诚慈 什么事情你会清清楚楚 第五 所以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培养出一种 对人类对众生更广大的 而普遍的责任感 因为我在写这个的时候 把它节录的时候 我没有写到众生 是因为那一次 实际上把它拿到给大学生 不好意思写众生 但是我们有靠到 除了人还有众生 所以我们必须有意识地 故意地去对人类众生 广大而普遍的责任感 就像妈妈 爸爸知道这个 儿女是我永远的责任 死到瞑目 我还是要关心她 各位要升起这个誓愿力 那你就会以这个誓愿力 往生极乐世界 上品往生 或是以这个誓愿力 趁愿再来完成你的悲愿 都可以 但是这个一定要培养出来 所以各位现在呢 早睡 晚睡都要想最辛苦 我常常说一个故事 各位让我听到 我让四个BQ在湖边打坐 一个说解脱到四念处 金打招 一个那样修大乘佛法入观 一个修密乘 升起次第 圆满次第 这样变得要死 三个动也不动 好精进喔 第四个流血 坐五分钟就跳起来 走起又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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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三个BQ坐两分钟 老和尚骨头生坐不住了 说哈 坐不住 你有在乞乎吗 我是怎么走来走去 我突然坐下去就听到 一只动部又落在水 我就冠筋又来撞起来 两个又一只飞蛾又落落 我就继续去撞起来 所以我这样走来走去 那你三个有在乞乎吗 各位 哪个人在乞乎 乞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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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净的荫摩 你要努力的去救啊 这是我的责任啊 所以希望各位要随缘 这个世界需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先做 做完了 我们来做我们的事情 你要闭关吗 你要读书吗 还是你要做什么事 那是你自己喜欢的 放在心里面 但是眼前的因缘要随缘 这个社会真需要我们帮助 第六 痛苦乃源自于 我们把自己的想法 把持得太紧 执意以自己的方式 而行的关系 这一点请各位 一定要接近善知识 那用自己的循环 我听到一位法师跟我说 我跟你说 我海盗法师说 我当初家我有三个规划 十年闭关 十年如何 十年以后 然后三十年我才在红法 我说你吃到肉的一切变化无常 这不是你有什么价位 你要先随缘 现在你能够做什么 你就赶快去做 别人认为你可以做什么 你就赶快去做 别人不找你 我俗听说的 别人找你 你要修福报 修大秤 别人不找你 你修小秤 自立 都深入心脏 但是千万不要卡死死的 我就是这种人 我就是扁担笑 不然你要做 我就是扁担 有人说话 不然你要做 这样不行了 所以每个人都是用自己的想法 在修行 那你不可能解脱 因为没有善知识 你适合修什么行 你要了解 第七 折怪别人是一种保护自己内心的方式 用它来保护自己软弱 暴露于外 而且脆弱的地方 今天你骂你老公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人心很脆弱 怕被欺负 怕寂寞 所以你生气了 这叫折怪别人 所以各位呢 修菩萨道不会折怪别人 只会怎么 折怪自己惭愧 对别人有悲心 对自己有惭愧心 怎么办 只好对善罢 有绝对的信心就可以超越了 第八 慈悲与空的培养 仅是要我们用一颗开放的心 去接受痛苦 并且不轻易逃避或屈服 所以各位你有嘴鼻心 如果没有空心 你没法做佛事 你会怕天 我现在告诉你 你有嘴鼻吗 有哦 现在有一百的眼睛很艰苦 这一百的眼睛你都折它 好不好 哦哦哦 你就很苦力了 那疼就感动不掉嘛 所以你要有空心 你才加大众心苦 所以各位要 絕對有空心 你如果真的有嘴鼻 你一定要有空心 所以为了要帮助众心 各位一定要输为空心 要破五臣 为了要破五臣 各位一定要累積豬牛 你要知道累積豬牛的目的 你都是要破五臣 累穀 拜穀 做佛事 奉行 不管你做什么 这个目的都是什么 有这个逐牛 这样我才会正在空心 我都没有正在空心 我怕苦 我不敢来 好 安静就会怕 所以就告诉 我们需成就空性的智慧 而我们是否能阵入空性 则完全要依一个条件 那就是菩提心的升起 所以各位你要得到波勒波罗蜜 那你一定要圆满认真的 以发菩提心去实践 布施实践 忍入精进禅定 不然你不可能正入空性 要真心的 所以各位以发菩提心为因 念佛才可以真实的往生极乐世界 如果我们要追求上平往生 那是根本的条件 所以不离菩提心 什么是菩提心 一种承担众生苦的责任 而愿意尽数成佛 要带着众生离苦得乐的一个愿力 为这个真打拼 这是这个菩提心 所以第十 菩提心有两种 一次相对菩提心 另一则是就近菩提心 我们现在做的都是相对的 从相对才走到就近超越了对立 所以一个相对菩提心指的是 以慈悲观之身体的修行 例如修世无量心 修自他交换心修心 以及自他交换的法门的修行 把你的苦我来承受 把我的乐给你的自他交换 相对的菩提心 所以各位呢 最好的方法就像我们经常去放生 经常去施食 经常去祝念 帮助贫穷 以这个慈悲观生起的时候 那么去做这个实修 体悟众生苦 那第二 究竟菩提心指的是心性的了悟 当我们了悟自信时 深广的慈悲便会由此而生起 也就是当我们了悟时 才有可能生起真正的慈悲 刚刚讲的 世上只有妈妈 当你一看到每一个众生 都像自己的妈妈亲生儿子那种 自然的反应 那代表你这个人有真正识悟 你有就近了异的 菩提心 你真的正入空性 只有众生苦 没有个人的存在 所以呢 但是你要达到这种情况 我们必须从相对的去做 去观想 然后入到一个绝对的 所以十一 菩提心非常重要 若无菩提心 我们便无法修习大秤和密秤道的法 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呢 小秤大秤密秤 但是各位千万不要把它 一直归类来藏传佛教 那么藏传佛教呢 是修密秤的一个教区 但是我们大秤的教法 都有包含密秤的 所以在这里面 密讲的是什么 是一种相续 菩提心的相续 大秤呢 比较讲的是立他的修行 所以这两个要合合 我们现在呢 很喜欢做大秤 奉心来走量 这个是一个立他的修行 但是立他的修行 绝对不能够离开菩提心的相续 以这个菩提心的相续 来念诵佛菩萨的咒语跟遗鬼 这个就是一走入密秤 但是这个菩提心的 这种遗鬼是 身口心灵戒律 都不离开菩提心 所以要有一个 什么叫菩提心的这种教育 跟实际的行为要做到 第二 念一下 一 深广的慈悲 来自于体会到一切众生都是佛 但由于无名而受到无奸之苦 所以我们学法修行 都是为了要能带领众生 至正觉之境 作为一个领航员 作为一个大乘者 就是要带着一切苦难的众生 走入解脱的境界里面 所以各位要培养那种深广的慈悲 为什么 你明明是佛 你明明身上有一千万 你怎么还在做乞丐呢 你明明可以找到究竟的快乐 你怎么去找那种相对无常的 谈恋爱啊 金钱啊 欲望的快乐呢 我们会同情的 因为他不了解 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了 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得相 他写了一个深广的慈悲 一只蚂蚁都可以成佛了 魔王颇寻也可以成佛 所以佛陀要成佛之前 故意放光给魔宫 魔王魔宫震动啊 他来干扰佛陀 佛陀是要度他的了 故意找他来的了 所以但是我们众生 不知了解他的佛性 被他的无名 没有智慧 执着有一个我 这些呢 那么他就感受到无间断的痛苦 所以我们学佛 学法修行 都是为了这个 所以各位为了要带领众生 像我们现在的奉心啊 今天这个余这么多啊 这叫什么 结善缘 把路铺好 路铺好 将来你做个法师 或是你从极乐世界再来 你还可以继续带着他 因为你曾经救过他的命 你曾经跟他结缘 今天那四五只牛 你跟他缘会很深很深很深 如果你将来真的要来世 或现在要结婚生小孩 他舍抱以后 他就会来跟你报恩 因为你结的缘 本来你没有儿子的 但是因为你曾经救一只牛 他妈 他舍抱了 死了 快乐了 他来报你的恩 投胎做你的儿子了 你有结过这个缘 所以各位 我们要先结缘 第二 不断的祈愿一切众生都能离苦得乐 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的身口意变成持续善法 慈悲的情怀 所以 一个修行人不分在家出家 一定要让别人称你说 哦 你好慈悲哦 感受 哎呀 我觉得你很慈悲 这个不是一种赞叹 这是你应该要显现的 因为你在行菩萨道 你怎么可以显现不慈悲呢 所以各位每天都跪着 乃至念经不断的祈愿 祈愿 今天我要念经 愿我今天所念的地藏经 能够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缅甸的那些死亡的众生 离苦得乐 令他们的贫穷痛苦 赶快过去 要先祈愿